Land Rover Discovery 歡迎再度來到東京廠家 我是你的宿文宿舍明 今天我們再度借出來這一台Land Rover Discovery 你看一下 這個敗輪藍的顏色 搭配這個超大的22吋的語圈 外觀看起來殺氣十足 但是這台車呢 它還是有5GAR小小的NG 但是它另外也有5個非常棒的設計亮點 帶你們來看一下嗎 走 Discurry 5超強的後擋板 這個地方竟然可以耐重300公斤 但最酷的地方是前面 第二排第三排座位 全部都可以透過這邊的按鍵 只要按一下 頭枕先倒 接下來第二排第三排的椅子 全部一鍵倒屏 而且能夠選配前面那個 11.4吋的PV Pro的系統 前面加價2萬多塊 一樣可以從前座來控制全部的椅子 剛剛我的誓言大哥說 怎麼試吃試刀拿現金出來 告訴我因為這台了 Discurry 5 它有個非常神奇的功能 就是這個置物空間 按下去 冷氣面板倒下來 裡面出現了這個類似珠寶盒 1.4公升的置物空間 所以說現在 這東西如果不想上繳給老婆的話 私房錢 藏在這裡 蓋起來 沒人會知道 太棒了 這功能給他150分 還有這裡 打開來 你以為它是一個置物架對不對 其實在打開 一樣裡面有個超深的置物空間 平常善良一點 我們可以放比較深的水 但是一樣 如果說你平常有私房錢 太多了 多到這個地方置物空間放不夠 一樣可以放在這邊 私房錢放進去 關起來 變成置物架 再關起來 老婆絕對不會發現了 這設計超棒 讚 所以你在後座這邊 你剛才說 190公分以上的人坐上去 也不覺得局限 而且我覺得 在七人座是少數 我覺得第三排 甚至比第二排還要舒服 你看 這個把手本身 手扶著 旁邊這裡還有 真皮包覆讓你的手 可以這樣靠著 而且獨立的閱讀燈之外 還有獨立的第三排的出風口 後面這邊真的很舒服 而且泡棉軟硬適中 長途行車都不怕 真的很讚 超出況Discovery 5 但是台灣標配兩種車型 都是R-Dynamic的外觀 所以水箱護罩 烤漆面 下面鋼琴烤漆 還有這個非常帥的 倒優字型車身銅色烤漆 包含旁邊 後照鏡的部分 還有這個側裙 全部都是超漂亮的鋼琴烤漆 質感真的是倍增 帥 Discovery 5 5米長的大車 軸距達到了2米9 所以原廠搭載的21吋米圈 我覺得有點不夠大 還好原廠提供這個22吋亮黑色的輪框可以選擇 而且搭配這個全地形台 我覺得這個旅圈選配 9萬多塊非常划算 而且整個車身造型完全都被點得出來 更亮眼 小改之後Discovery 5 後面這邊尾燈改成了燈條設計 而且也有流水的方向燈 中間這裡也保留Discovery最經典的排罩外一邊的設計 但我身邊就有朋友說 他真的不是那麼喜歡排罩外一邊 他希望他能夠置中 但我覺得他是經典 原廠願意保留非常好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這樣的設計的話 可以買Discovery Sport 他就置中了不是嗎 Discovery 5有這個超棒的360度環境 而且這個不用選配 但是其他Lanova的同門師兄弟 都有的這個ClearSight電子後視鏡能 這Discovery卻沒有 為什麼呢 難道跟國際晶片短缺 或是國際原物料運送困難有關嗎 少了這個不方便你知道嗎 Discovery 5如果要進出第三排的話 後面這裡椅背一鍵 他就往前倒平了 但是只開這個距離是不夠了 還必須用手動的方式 把這椅子往前拉 也就是每一個要進出第三排的人 都必須要經過手動拉椅子這個步驟 如果他椅子水平推移也可以有電動的話 那該有多好呢 至少已經做到了椅背電動了不是嗎 Discovery 5全車加價7萬多塊 另外就有這個儀表板以及門板的皮革包覆 前面這裡也是非常漂亮的鋼琴烤漆 但唯獨在中船這裡 雖然說換上這個全新的英國板球式的排檔座 但這裡完全留塑膠霧面 沒有鋼琴烤漆 這質感稍微不是那麼的頂尖喔 Discovery 5它的越野功能資訊非常多 像是中間差速器有沒有鎖定 車子的坡度以及射水最深90公分 但是一般行車都市最重要的 車道至終它卻沒有 也代表說它並沒有LV2的半自動駕駛 這剛才越野功能超強 比起來對比 主備的安全不太夠啦 我們需要車道至終好嗎 Jegua Land Rover它的20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直列四缸 被這個2噸2的車身 它過去現在改款之後 像Jegua或是其他車種都有48V輕油墊 剛剛幫你講的D250R Dynamic SE 直列六缸的3000cc的柴油渦輪 它不但有48V輕油墊 而且還有eSupercharge 但這台比較高階的357萬的P300的汽油 它沒有輕油墊選項 但沒有輕油墊之下呢 它過去那種TurboLag的感覺呢 現在依舊存在 一樣喔 KIT DOWN走 大概要等一兩秒 等它變速箱KIT DOWN 等它渦輪增壓的鎮壓起來 但是呢事實上這台車 就是標準的開帥不開快 有人說會嫌它太慢了 但我要給你一個數字 2000cc渦輪增壓 但這台車兩噸二 它0到100的官方數字呢 還是可以達到7秒3 表示說它鎮壓起來 以及它增壓值很高 畢竟有300匹的馬力嘛 但是TurboLag的感覺呢依舊明顯 但是呢 如果說這台車當成豪華的正七人座休旅車 在市區裡面呢豪華代步 載全家人出遊 你看一下 後面空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真希望現在呢 我可以載全家人一起出遊 一起來試車 因為坐起來很舒服 而舒服的一個關鍵就是在於說 這台車它也標配了電子的氣壓懸吊 在台北市這種爛路上面啊 哇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順 而且它底盤的隔音也非常的好 像現在啊是下雨天有沒有 照到底說呢 雨水啦或是地上滾起來的石頭 會卡拉卡拉卡拉 底盤會一直叫嘛 尤其這台車是22寸的 這個所謂的全地形態 但是它的Ride Quality非常安靜 底盤隔音非常的好 而且呢 這個電子避震呢 氣壓它經過一些調校之後呢 讓它顯得比Defender更加的適合市區來帶步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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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